大家好 我是Data 今天我們來到西環 會介紹一間潮州餐廳 其實大家知道在香港吃潮州菜 其實價錢不是太便宜 一般來說都挺貴的 今天介紹這間餐廳 我見網上的反應覺得它價錢都OK 都挺划算的 而且質素都不錯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試一試 這間餐廳就叫做福喜潮州菜館 它位置就在西螢盆站附近 要去這間餐廳我們在西螢盆站B37口出 不過大家留意由西螢盆站走到手去B37口 其實都需要一兩個字 出來之後我們就先向前走 之後就轉左手面 沿著得富道西就向前走 過馬路 再向前走多一會就到了 其實在地面走就走短了 但在地站裏便走得比較久了 我入到餐廳大約是11點鬆癲 接著就跟老闆交流一下 他就說回這間餐廳大約是一年前左右開的 即是開張早一周年左右 這間餐廳有十幾張台 光線都幾光猛一下 還有樓底比較高 坐著坐著就幾舒服 之後我再看看餐廳裏面的菜價錢 其實真的相當底下 例如這個二人餐就168元 本身是包了個滷水拼盆 涼瓜排骨煲 上湯浸時疏 還有一個潮州炒河 加上兩個人吃就168元 下週時段11點到3點鐘 有些中午特價的滷水飯 最便宜40元是交易的 最貴滷水鵝比飯都是58元 這裏有很多打冷食物 價錢都不貴 都是38元48元 其實這間餐廳很多菜式我都想試 例如這個香酥鴨件 不是很貴的 是58元 反沙護條68元 還有這個糖醋衣麵 這幾樣東西我都很想試 但我一個人真的吃不到 去到12點左右餐廳開始多人 我見到這間餐廳 很多是潮州人來光顧 特別是有些熟客 老闆直接用潮州話來溝通 老闆就跟我說 其實他是潮州人 那個大廚都是潮州人 都做了幾十年潮州菜 所以他的潮州菜都相當正宗下 其實這間餐廳開了一年 不過可能他們都是比較傳統的做生意的手法 對於網上宣傳就不是很認識 甚至他們不知道自己網上的口碑是不錯的 我猜老闆都不是很上網 因為他們可能宣傳的手法就不是很到位 所以就算他做得那麼便宜 而且質素不錯的話 其實生意來說暫時都不是那麼理想的 這次我就叫了雙人餐 然後再加了潮州蠔樂 這裡加起來是230元 我拿起蠔樂讓大家看看 二人餐四樣東西加起來是168元 除了二人餐之外 我再叫一個潮州煎蠔樂 蠔樂是比較正宗的潮州叫法 我們通常就叫蠔餅 我們經常說抵食甲大件就是這種情況 它本身就是62元 62元在香港來說吃蠔樂 基本上就不會那麼大件 這裡的尺寸大家是比較誇張一點 它就一分為四 我覺得就切得比較大件 四分一件都相當之大 其實它一分為八都不為過 我就這樣拿四分一件給大家看看 可以見到面積都是挺誇張的 上面就鋪了很多是蠔仔 這蠔餅我覺得就炸得挺脆的 還有蠔仔肉都相當多 但是蠔餅當然會比較油一點 油膩一點 質素都挺不錯的 尤其大家趁熱吃就更加好吃 我剛才問過老闆 他有沒有一些熟客 剛剛就上了菜 我們就可以過去拍一拍 看看食物的份量有多少 我們發現其實碟碟都是這麼大碟的 涼瓜排骨煲 六十八元 整個二人餐我最怕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我本身是不吃涼瓜的 因為二人餐就很超值 所以這次就頂硬上了 我很怕喝苦瓜湯 因為我覺得會很苦 但是這個湯喝起來就很甘 真的很甘 我真的相當長時間沒有吃苦瓜 我吃了第一塊苦瓜 我發覺味道就真是很複雜的 固然它是有些苦 有些甘 還有有些酸的 那個味道挺特別的 我猜如果喜歡吃苦瓜的朋友會喜歡的 苦瓜煲裡面又有些酸菜 酸菜不是很酸 但是它又滲一些苦瓜的味道 我覺得湯裡面的排骨就比較沒有那麼特別 跟正常的排骨就差不多 涼瓜排骨煲我覺得 喜歡吃涼瓜的朋友應該會喜歡的 而且份量都挺多的 兩個人吃都很難吃得曬 上湯浸時梳見到份量都不少 48元 還有我見到加了很多蒜頭上去 我覺得這個菜其實就真是吸收了上湯的味道 這碟上海浸時梳 對於我那些不是很喜歡吃菜的人 都覺得是不錯的 質素都是不錯的 老水拼盤68元 我們看看老水拼盤有甚麼材料 鵝腎、紅腸、大腸、豬耳、豬耳、豬頸肉 還有下面有些豆腐 鵝腎其實數量都不是說很多 六七件左右 我覺得這個鵝腎就會比較硬一點 還有我覺得老水味不是說很入味 我覺得鵝腎就磨相中那麼好吃 豬耳的軟骨就很爽口 然後肉就比較多一點 不過同樣老水味也不是說很明顯 紅腸總共有四塊 我以為紅腸的味道都是普普通通 但紅腸的味道都不錯的 鹹鹹的 豬頸肉有四件 每件的大小都差不多 豬頸肉肉質就OK的 同樣的味道也不是說很夠 另外豬頸肉就比較瘦一點 豬大腸的數量上就會比較多一點 我覺得這麼多樣老水的食物 暫時來說豬大腸是最入味的 這個豬耳腸挺好吃的 我們見到下面有六件是墊底的豆腐 豆腐都幾滑 這個豆腐味道都不錯 二人餐裡面有一碟潮式炒河 正價就是40元 份量都幾多 裡面除了是河粉之外還有些蝦 不過見到蝦的數量就不是說很多 除了有蝦之外還有些是豬肉 蝦肉就很有彈性 但是那隻蝦就沒有什麼味道 豬肉的質地不錯 還有也有少許調味 河粉調味就淡一點 如果河粉當是午餐的話 我覺得味道就不是說很夠 菜也不是說很夠 如果它是一個二人餐當作煮食的話 我覺得就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試吃每樣東西吃少許 但是我每樣吃少許之後 現在都差不多是飽的了 本身我自己又帶了兩個外賣盒 但是完全裝不完 再拿多兩個大盒才裝到那個苦瓜湯 還有那個上湯浸時疏 我們現在見到這張單 二人餐就168元 再加一個蠔餅就62元 再加兩個外賣盒 總數232元 試完了全餐 我們就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這間餐廳最大的賣點 就是抵食夾大件 我們吃了230元 打包了四盒 回到家都起碼吃多一兩餐 其實這價錢就真的非常划算 而食物質素我認為都是不錯的 不過這間餐廳是一間很傳統的 廚藝餐廳 所以它的服務來說基本上是一般的 現在我看到整個大堂 在下午的時間 都是一個老闆在招呼客人 這間餐廳的裝修 就不會說很花巧 但坐得舒舒服服的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間餐廳 其實真的是一間 非常划算的潮州餐廳 如果有網友發現 有這麼划算的潮州餐廳 不妨留言告訴大家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大家支持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